大家冷靜一點 我們要在當日打球場再打 你不戴拳頭也是這樣 大家急得太急 果然香港人壓力真的很大 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 大家冷靜一點 Derek 好 謝謝Derek 我們現在再把 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 帶多時間 我們之後再打 OK 好 我們現在先打球場 大家冷靜一點 開的時候 好 吼吼 一路一路 一路一路 和周先生可以搞到这个陪生回台无敌杯 和将他们的分成可以给到一些新进的团手 就是海量选数的人进来打90秒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我本身自己都认识很多团手 其实他们的待遇哪怕 是打到什么冠军 其实他们都要在外面打多一份牛工 再回来一起练断 其实那个意志很厉害 但是他们得到的东西是屎王 你差不多可以这么说 得个名字 但是找不到吃的 其实可以搞多一些这样的比赛 带回来的风气 令到他们可以找到吃 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其实我现在的避战进度 最重要就是开始要减绑 因为我们是打75公斤级 就是说我要跌30磅 去跟周先生打 所以我希望周先生可以真的认识到 真真正正的 用心去认识到 不要像上两场一个 那个Steven那样的 我上台被人打一黄 就算我希望周先生真的可以认识到 不要我认识到 接着 头两弯就完成了 不好看的 也都可以说 我要积极去认识到这件事 我现在看周先生有什么回应 你要减30磅 我要加5磅 我要加5磅 厉害 你厉害了 你会费一点点 你也要加油 我自己本身都 很经常都有一些不合法的情绪发泄 好多谢周先生 今次给我这个雷台 我签了份约 很合法的 你可以有个情绪发泄 不妨 你便要小心点 我很喜欢打 流血一定的 我看新闻也看到你很多打 但你不是打男人的 我不是打男人的 是呀 专打女人的 你看多些新闻 雷台在流血和流汗的地方 不是吹嘴的地方 你知道吗 没有人跟你吹嘴 我在打男人的 我叫你看到这些新闻 这些新闻吹嘴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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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我当时的情况 会怎样 你加油 大家一起练 上次的团阵 你打上一场 他打给我 他知道我和你打 他说你第一场抹口 第一场抹口 第一场抹口 他叫我用心思打你 我怕第二场 可以透不了气 即是第二回合 可以透不了气 那就看看如何 加油 你加油 是呀 未开始face off 已经火弱被很重了 不如我们现在就 直接进入记者的提问环节 好吗 再多提大家一次 三打 是呀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两个 是都很passionate 其实上一次拳赛 我认识了Roy 都十 十年了 七八九十年了 差不多 Roy 他自己都说 有比赛想打 上次我见到他们很肥 然后我觉得不行 我出来做事 应该有点心机 练好一些 没理由 除了生肥腾腾腾的 所以他打给你 喂 我想玩 你记得我 记得 霍哥 亦都是 这么多年 都见到他 很活跃 这些组合 亦都是一个想不到的组合 我相信 亦都会有很多火花 而他们两个 都是一个 比我自己的认为 他们在这个拳赛 他们会有很多 这样的练 100%给大家一个 变铃板板 刚刚他们两个都说了 流血 的一个赛事 所以 我认为他们是一个 很合适的组合 需要什么总金利 这个是 相信他们两个是 比现在的 比香港很多 拳王级的 酬金会更加高 当然 我们会来一陣子 搞比赛 这也是一个生意 如果我们的观众 的支持越大 我们日后的酬金 就会越来越高 我们不是一个 慈善机构 而是一个 business 所以 我们也很愿意 跟船长一起去成长 所以我们这个比赛 如果很成功 他们两个打得好 大家想继续继续看 或者下一拼 好看的 两位的明日 我们会越来越 提升我们的拳筹 是不是觉得他们的赛事 是否因为他们一直都很 很粗笛 很需要发释这个情绪 所以找到大赛比赛 这个又不关事 我觉得 他们两个是一个 很好的火花 就是刚刚说的 他们两个很好的火花 谢谢大家 周先生 你好像是说 在路上之前有过手术 你怕不怕 各国重击 你的头部的时候 会有新鸣状态吗 我之前的重鸣 已经撤除了 其实一路的 我都不能做 因为有旧东西 在里面 现在还可以 多谢丹兰 我想补充一下 这个问题 我们在这个拳赛上 我们每一位 有海船 都会有健康的申报 要他自己是有一个 缺免自己的申报 保证他是安全 才可以上台 科哥和Roy 他们都是 跟我们合约上 之余 我们是 有一个健康额外的一份 而当日也会有 最好的医生 就是医疗团队 去确保 每一位 每一位的参加选手 都是有一个安全 和健康的状态 去出赛 还有没有记者朋友想来呢 我啊 嗯 一回合 大家都一回合 很快生场 对 一回合 一回合 认真的 你真是玩手牌 真的OK No bullshit let's go OK Nice 阿福哥之前发生的阿晶那件事 会否影响你地战的心态 或者是心理质素 怎样都会有少少的了 但是 No bullshit let's go 和钟先生说的 是 钟先生你好 那这个对战的名单 就是在网上流出了之后 都有一些人 我记得 找了米娜叫福哥 就说 有些人上来找家聪 那你都说 有些名人的财势 你会不会考虑 搞到这一场先 就是这次我们会给海船 很多香港人的曝光 我们希望大家的焦点 在这两位选手上 和未来会海船参赛的运动员 下一次有其他人 我们先去焦点 那如果家宗 他有什么欢迎的呢 哈哈 他的牌头的话 那钟先生你今次 会不会都会压促地出场参赛 暂时 就是之前都说过 我应该都不会再打 除非有一个很合理的拳筹 令我可以十个礼拜 只能去练 或者有一个人 真的很认真 很认真 我很想参赛 如果家宗想打 你不会下场 想做对手 OK的 谁做对手 都没人欢迎 谢谢 郭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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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除了你之后 还有 餐厅 也有出资 现在 微辣全球会 已经在面团 不好意思 今天记者会 我们想聚焦在拳赛上面 郭哥 你问一下这条问题 这件事 他们就会有他们的宣布 因为始终我已经离开了 他们开了些什么会 会发布些什么 其实我就不清楚 他们会怎么做 你等迟些 他们有些什么 发布再留意 我也在留意中 会不会觉得可适 如果真的面团 多年就会 好 那我们今天 其实